我們今天講的是一個小時裡面 有很大量的訊息跟大家分享 現在就是做了一個很簡單的先行介紹 然後我們看看有多少盡量去講好它 讓我做好了那些技術上的事情 現在已經 誰是Mouse 我們是怎樣預防和控制疾病的條例 這個經常都聽到599章究竟是怎麼回事 我都是在過程裡面邊做邊學 跟大家起步點差不多 現在疫情的確是嚴峻 這個是COVID-19發生什麼事呢? 我們會做一個小小的簡介 大家看到今天我們的講義裡面有大概十部分 第一就是講的背景 這個Omicron的背景 COVID-19的背景 然後我們再會講這個有關的防疫條例599章 為什麼要定這個條例呢? 整件事的那個事件簿由來又怎樣 我們又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在那個防疫的過程裡面有什麼措施要做 然後也都看到在政府的網上我們下載了下來 有些叫做常問的問題 常問的答案 常用的答案 那我們在這裡大家一起呢 可以很快地這樣散散看看 疫情如何如何走法 將來我們會怎樣去應對呢? 這些也都是要知道 世界的情況裡面是那個感染程度去到哪裡? 目前世界裡面講的有兩大種的那個 那個所謂叫做措施 第一個就是我們祖國的那個成功的例子 那個是什麼呢?就是要動態清零 動態清零必須要 就是要將這個這樣的感染在這個源頭裡面 及早作出這個社會和防禦的干預的 防範的干預 盡量去救治 將這些重症減低 死亡減低 然後就盡早去復原 這個就是動態清零 這個目前來講在世界上面 能夠推動得最成功的就是在中國 我們也是中國一部份 我們也是一直以來都是說要推動這個動態清零 但是為什麼那個成績跟內地有差異 到時我會再講講我們香港的情況 差異在哪裡? 另外我們又討論了一些案例 案例的討論 這些全部都是在網上有的 快速的參考 最後我們如果有時間可以再做一張給大家看 最後有些什麼問題 Question Time Q&A 如果大家要提問的時候 一會兒我有時間可以跟大家去回應的 好了 就現在我們去下一版 背景就是 這個是一個肺炎的疫情來的 那個情況就是在2020年1月23號 首先從內地武漢那邊就是出發 就坐這個高鐵到了香港 跟著我們香港也都揭開了這個流行的流行病的 那個疫症 那個時候還沒有爆發的疫症那麼大 就是流行病的疫症那個情況 那個序幕就揭開了 那當時我們就有這個大概有三宗這樣的感染過案 一看到這樣的事之後我們很快就已經將高鐵來回 所以內地與香港的那個入境口岸就率先關閉 是六個 口岸當中來說 首先是要做這一件工作 用來去停止這個病毒的傳染的那個效果的 從這個2020年1月底去到現在2022年2月19號 那我們就經歷過這個病情有成四次的那個跌跌碰碰的爆發 又有這個什麼跳舞群組啊 又有什麼群組啊 於是乎就令到我們就較早前停了這個內地的關 那麼跟著內地也是對香港的那個疫情 似乎是控制得不是那麼理想 也都限制著香港的同胞回去呢 就又要隔離14天 然後21天諸如此類這些大家都會知道 那麼過去四次的那個疫情呢 都是這樣去處理 不是說我們回不了去 但是我們付出的代價很大 就是要做個隔離 普羅大眾有多少人可以有這樣的時間呢 如果真是要回鄉下要隔離這麼長的 就變成會失去份工了 所以這個是要考慮經濟的問題 那麼我們也都看到 是不是有人跟我控制那個screen 如果是就非常好也不用我做 那麼我現在很快地說到就是說 到目前來講呢 2022年呢 就是2月18號 我們爆發了第五次 第五波的那個疫症之後 現在累積了香港就整 37071宗的個案 其中就是不幸事故死亡的呢 就有257名 直至到在這樣的情況裡面呢 就我們那個中招 那個年齡的中位數呢 是62歲 所以大家呢 我們今天聽者呢 就留意了 如果你的年紀一大 會特別是會受到這個病毒的那個攻擊的 下一版 麻煩你 我們看看這個手稿呢 是很早期我畫的 就是什麼 百年藍得一遇的大變局 這個叫做旋轉圖呢 我就想說 大家也都記得當時 我講少少故事一下 當時這個疫情出來的時候 大家聽過了 在西方國家和那些黃媒呢 就會說 由於武漢那裡發生的 所以這個叫做武漢肺病 當時呢 就令到那些人的聽上來 都覺得黏耳 但是沒有完全 覺得有任何政治色彩的時候 好 姑且先聽著 姑妄言之姑聽之 但是這個疾病 本身是那個之前是哪裡 哪裡有什麼事呢 我不知道我的技術人員 可不可以把這個圖放大一點點 把這個首稿 這個這樣的 如果行就最好了 我現在用箭嘴指著這些地方這裡 放大它 沒錯 沒錯 繼續放大 你說我不懂IT 這裡我想看這一段的位置 這一段的位置 沒錯 這一段的位置 這裡我指著這個位置 沒有了 再推上一點 這裡 我要愛這裡 對了 那 上一點 上一點 OK 停 沒錯 大家會看到就是 我們這個 這個 說名叫做 武漢這個 這個 病毒發生 就是 2019年 2019年12月 2019年12月 這裡 第一個武漢的市民 受到這個 2019年的 那個叫做 當時不是叫做 COVID-19 還沒有 2019年的 N-COV 當時這個武漢的病人 首先受到感染 這個叫做武漢的肺炎 當時它在哪裡呢 就是華南海鮮市場的蝙蝠 所傳播出來 但是橫向看這件事 原來在2019年 是10月18至21日 我們是做了一個叫做 世界軍事奧運會 好像現在這樣東奧 當時2019年 是軍事的軍人 自己做了一個運動會 美國當時派了300多人 很龐大的一個運動團體去參加 過程裡面 300多人裡面參加項目 有30幾個國家 他的隊隊有300多人 但是一個獎牌都沒有拿到 而中間裡面有5人 那些人還是發高銷 入了這個金譚醫院之後 沒多久 立刻 美軍就把運輸機來 扯回他們那些受感染的病人 那個軍人回到美國 現在那些人生死都沒有交代過 其後這件事 由武漢那裡一爆就爆出來 這個叫做NOFO NOFO 不是NOFO NOFO 所謂NOFO的意思是新的冠狀病毒的感染 這個為什麼叫做新的冠狀病毒呢? 回顧看回這個就是2003年的時候這個時間 香港那時候爆出的SARS 就是那時候叫做冠狀病毒 簡稱叫做什麼? 叫做 Serious Acquired Respiratory Syndrome 叫做嚴重呼吸器官感染的病徵 這個簡稱呢? 那專門又拿來震慶了 叫做SARS SARS 所有人都知道SAR就是經濟 我們這個香港特別行政區的那個簡稱 為什麼要做一個叫做SARS呢? 它用這個名字呢? 就用得很刁鑽 那時候就已經是 我覺得 就已經是有抹黑成份 這隻東西呢 來又如風 去又如風 爆發了就短短幾個月 到溫家寶總理呢 那時候來香港 賀我們的回歸 這個六周年這樣呢 那就送大禮 急急腳呢 就知道那時候4月5月爆發了嘛 那6月30號呢 就送大禮給SIPA我們 而那時候呢 之後呢 突然又好了 開放這個什麼呢? 這個叫做自由行 那於是乎呢 就是2003年呢 來得很神奇 突然走呢 又好像沒有了去 那這個冠狀病毒 就以後叫做SARS 那跟著然後一直去 去到現在這個呢 就叫做 Novo coronavirus 然後簡稱叫做COVID-19 COVID-19是什麼? Coronavirus 是一個infectious disease 所以叫做COVID 什麼時候爆發呢? 是2019年 這個爆發了之後呢 跟著呢 就已經又去到這個 我們很快的國家 當時2019年12月27號呢 就已經是在這個上海巴斯 德研究所呢 就發表了對這個病毒的家族的頻譜 基因的排序 算是很快的了 你想想 12月16號爆發 10月27號呢 就立刻就已經是可以做到這個病毒的DNA的排序 然後也知道呢 它是有一個叫做S蛋白的結構 這個呢 就很關鍵性 因為跟我們亞洲人呢 尤其是我們人種裡面 A、C、Z、E裡面的那個S 提高的免疫力方面來講 是有一個這樣的特別的黏性 簡單說一句呢 這隻東西呢 當時我們看呢 就是會針對華人、亞洲人血統的 而等同就好像在這個COVID-19 2003年的時候 來又如風、去又如風 那時候全世界有8000多宗呢 是感染的 大部分呢 可以說是華裔的 是鬼佬就說 哎呀 我們不用怕的 所以為什麼會是當這個武漢發生的時候 跟著呢 到這個這樣的傳到去美國呢 因為未傳到美國之前 我們已經很果斷的 2020年呢 1月23號就已經做這個這樣的武漢封城 然後跟著春節 然後跟著呢 那個病毒就走了去美國了 那麼美國就跟著就 就又要封城了 就不給這個這樣的中國人 或者是這些海外潛伏有帶菌者的盜激入境了 那麼這個呢 就是當時也是 川普那時候是總統 就說 這些人不怕的 會很快沒事的 我聽說 我的專家說 對我們來說這一邊呢 那些白種人就不會有很大的影響 再過一陣呢 到夏天的時候 太陽猛 曬一曬就會OK的了 那你看看 當這件事這樣 我蹲蹲轉呢 那你見到我右手邊這個測 看著這裏了 那時候我圖的圖 就由3月4號他感染 那時候有123人 美國啊 那跟著到這個這樣的 3月18號 短短14天時間 他已經飆到有成 7千多人 這個是 短短14天 由122 就逢了上去 7千324人 這個就是3月14號 那跟著呢 然後到3月23號 就已經去到3萬5 然後呢 就是3月23 3萬5 3月24 去到5萬5 跟著然後3月30號 就16萬4千 你看那條線呢 是直接 這樣 直飆上去 所以當時我們做這個 照片的時候 看著3月4 去到4月5 短短一個月 他已經飆到有成 33萬人 那我就知道 這件事呢 並不是好似Donald Trump 他所說 他完全是低估了這隻病 的那個這樣的狀況 走勢 那今天 全美國有成幾多人啊 有成五千幾六千萬人 大概是這樣 騙了東西 然後就死了整整整幾百萬 整整整幾十萬人 八十幾九十萬人 那你想想這條線 就是你最初這樣去的時候 你一抽頭就已經抽到上去 直接在很短時間裡面 那個感染率很高 就是證明是什麼呢 你是處之太嚴 第一 你不小心 覺得那件事是沒有問題 那麼 於是乎病毒呢 就會擴散得厲害 第二 考慮到平時呢 我們的醫療系統很健全的 我們是全世界最優秀的 太過自恥了 太過驕傲了 驕兵最後是什麼 必白 因為由於你對這件事是輕鼓了 輕視了 然後再加上自己的那個那個 準備呢 還有日常的醫療系統呢 只不過是應付 在一些叫做小規模的爆發 但是如果來到 我們看到一個龐大的 一個龐大的 一個數量的感染呢 這個就不能說了 另外還有一個圖 這個手寫的圖 還有一個是我弄英俊少少 打了出來的一個 畫的一個表的 沒錯了 我的同事真是沒得承認 幸好有他們 那我就說到是什麼呢 這個病毒已經是這樣 那條圖你看到 爆得很厲害 那現在我就看一下 這個也做了一個表在這裡 就是我剛才說 上海巴斯德研究 但是這一個東西真正 真正如果說回源頭一點點 曾經大家記得在2021年 WHO就是說要索源 不要忘記 為什麼要索源呢 因為這個已經由本身的疾病 要升高到是一個政治的鬥爭 政治的鬥爭不是內部的鬥爭 是一個國際的政治鬥爭 中國當時還沒爆這樣的COVID-19 就是COVID-19出來之前 是說著這個這樣的 2019年 是這個香港黑暴有一個背景 跟著也都有這個貿易的那個戰流學 又要飛過去美國 又要講這個講那個 記得嗎 所以這個已經是利益上 就是國與國之間的衝突 在這個情況裡面 就變成了已經有一個很緊張的情況出現了 然後就再加上這個病出來的時候 就給多些子彈 別人說這個病是你爆發出來 所以在2020年的時候 在美國的佛羅里達州 和其他的州份 Texas是好什麼都好 民間已經展開了一些叫做民事訴訟 就說這個病自己本身 就是在這個這樣的武漢那裡飆出來了 就是這個時間就是1、2、1、6了 但是實際上 為什麼要這樣去做呢 如果病原是屬於那個地方裡面爆發出來 而又他沒有去作出任何的那個叫做控制疫情 再加上如果可以被人抽稱得到證據上 你刻意播毒 那可以成為什麼呢 如果是一個叫做這個生化戰來講 是算是一種叫做戰爭的行為 從則可以用來去打仗 喂你播毒 我現在要攻擊你 這個是藉口 但是是不是有多少好像嚴重了少少 何律師當時是不是這樣 但是你想都想不到 的確就是其後 就因為他華爾街諸如此類的那些落檔 股票熔斷機制那時候都跌得很慘 然後跟著就是有這樣的民間的那個提出來 就是要告這個中央人民政府 要告中國 又要告這個湖北省的政府 又要告武漢市政府 又告這個這樣的水產 大概已經告這四層人 就撒上是說的是多少萬億的 完全不是開玩笑 如果在這裡有鬆懈的話 自己承認了自己是一個源頭 你就變成被人打到十八層地獄 所以在這個問題上 國家是採取主動 是完全是不可以這樣被人捧一隻死貓 但是實際上如果我們同事 再看回這裡 放大一點點 我舉著這裡 這個叫做 這隻病當時是怎麼來的呢? 就是懷疑這個荷蘭裔 當時這個警察 就是他專門做生化戰的單位的其中一個官員 他有份去武漢裡參加踩單車的活動 所以懷疑真正如果你說我們第一陣的爆發是十二十六 實際上你們那次來參加這個世界軍事奧運會 你這些人就已經有問題了 再橫向不是橫向 再索前一點點我們看到什麼呢? 2019年8月21日 他們已經在美國進行了一次叫做全球疫情的演練 還有一個叫做這樣的論壇 他叫做什麼? 叫做一個叫做CV209 這個就是說假設當時會有多少人呢? 就有2600萬人感染 然後有14萬人死 這些就已經是在2019年8月21日已經做這樣的研究 但是做這樣的論壇 但是他們做這個論壇也不是無的放肆的 原來較早前在2019年 他們有一個CDC 就是病毒控制中心 就檢查到就有一個叫做Ford Dietrichs 是他生化的那個實驗室 這個生化實驗室 就用來專門研究那些高度傳染的疾病的地方 一個實驗室 他那個叫做什麼? P4 laboratory 是傳染病毒的那個防範性 那個嚴密度最高的叫第四的水平 叫P4 laboratory 這裏我們看到 就已經是有事出現了 就是2019年7月18日被shutdown了 就是被封閉了 而這件事我們看到就是 實際上這個這樣的地方 在2019年5月的時候 就已經在做什麼? 招攬著 招標是在做一個叫化學的病毒的 某些的計劃 這個其實就是跟這個新冠病毒 其實我們講這個東西 在武漢這個東西是有關係 不過他們自己做過研究的時候 也都已經制定了有些叫做 血清也好 解毒的解藥也好 什麼都有的 但是由於他排出的污水那裏 是控制得不好 於是乎就流了出來 一流出來 在這個福吉尼亞州那個地方那裏 這個福吉尼亞州那個地方那裏 這個福吉尼亞州那裏 那裏周邊那些老人院 就全部被封閉了什麼? 那個肺病 封閉了這個肺病之後 然後這個福吉尼亞州就閉了 然後大家會記得就是 他要做這個演練 我剛剛剛才說的 但是實際上8月21日做這個forum的時候 已經在9月發生很大量的神秘 那個器官感染病 大家會記得當時我們香港有些年輕人 吃了一些叫做電子煙 吸下去的時候一噴出來 整壇都白霧這樣 很厲害 吃煙傳統就是這樣吃的 但是它有電子煙的那些 就不是真的吃了一條煙 有兩種 有一種真的叫做加熱煙 吃一條煙有一個加熱器 就吸那條煙的那些煙草味出來 就不需要燃燒那條煙的 這個叫做加熱電子煙 另一種就簡直是電子煙 它就不是愛煙的了 是做一些叫做化學劑在上面 然後就有一個好像人家開車的鎖匙器 還是什麼這樣 就弄下去一索 哇一退出來 那批這樣的白煙很厲害 就是因為那時候那些年輕人 就當是時髦吃這隻電子煙 吞雲吐霧 突然之間就是在這個9月份 有大量的 是什麼 有大量的那些年輕人 是蒙受了叫做神秘的肺病 在這個時候 美國政府以為 就說吃這隻煙可能是傷了健康 那我們要禁電子煙 所以其實我們香港在2019年 2020年都是討論這個叫做禁電子煙的問題 實際上噴雲吐霧這個是一個表證 真正來說就是這個病毒 就在2019年7月18日 就在這個Ford Dietrich出來 然後2019年10月20日 美國有一個第一個病毒 就是實際上這個病毒 是跟COVID-19 由於這件事發生了 是爆發了出來 其實是一個醜聞來的 本來要研究這些病毒 他們就做生化武器的研究 用來打仗用 但是搞出來有問題 然後就唯有怎樣 將錯就錯 就將這隻東西 通過這個叫做 Maiji Benassi 參加這個世界的軍事奧運會 就拼了過去武漢 於是我們這樣就揹了那個鑊 這個溯源 就一直 美國佬就說 我來看你武漢 但是WHO你不用過來看我這個Ford Dietrich 哪會是公平呢? 我說這麼大量的時間 就是25分鐘 說這個歷史 讓大家知道 今天這件事 我們香港 甚至乎全世界 都蒙受這個COVID-19的影響 大家是不 在一般的傳媒裡面 是不會跟你說這一部分的歷史 只不過就說這裏 而當時香港也是因為我們的反對派 就著是外國人怎麼說 因為他們就是外國代理人 於是乎就說這個叫做武漢肺炎 以後就標籤化了 就是這個東西就是由中國來 所以現在罵什麼 Yellow Monkey The Sick Man in Asia 就叫做亞洲病人 這些東西全部就已經是政治的操作 是國與國之間全面 在這個空間的策略來講 就已經有這樣的東西 我們看到一直這樣去 這個表如果大家有興趣 可以問我們 我們會送給大家看 大家也知道我做這個表的時候 這個表的時候我做的是2020年 2020年的3月 3月我做到3月19日 2020年的3月19日我做這個表 換來講 已經接近兩年了 現在已經是2月19日 那就是 就是剛剛 一年齡11個月的了 然後我接著就打個靚靚仔仔這個表 可以給大家可以欣賞一下 這個病毒的那個來龍去脈 好了現在講完這個之後 我們看回後面的那個 那個定立這個條例的問題了 香港要怎麼處理這些病的問題呢 這個表先看著 稍後再講一下 我們香港現在最主要就是控制這個病 就是599章 599章裡面呢 就是一條條例 大家會看到 599呢 599呢 你看到599章 香港法例 我們以將法叫做條例 大家看到這條例嗎 但是599由A到L呢 我們這叫規例 法例的條例和規例有什麼區別呢 條例呢 就是會在立法會裡 一般立法程序就是政府 是推動一條條例呢 他會做個草案 還沒做草案之前呢 就徵詢大家意見 大家吹水 聊聊天 喂這個我們要怎樣 要這個條例 我們將會這樣立 立的時候 就針對什麼的害處 我們要將這些害處去隔走它 我們控制這些害處 大家聊天 聊完之後呢 才政府會做一個草案 草案呢 然後才在立法會裡面 一讀通過 然後二讀呢 就會停止 交給我們立法會裡面的 就來會組成了叫做什麼 草案委員會 然後一路讀 一路讀 一路批審 立法會議員呢 就先批審完之後 OK了 然後政府再回來 二讀重新啟動 三讀通過 然後這個獻報呢 就會成為法例 所以條例通過呢 一般是要經過詳細的審議 然後就三讀通過 這個這樣的憲法生效 但是這些599A到B CDFG去到L呢 這叫做規例 規例呢 就是用來靈活處理 容許政府先通過 然後後審議 所有有關這些呢 就著有什麼情況裡面 針對什麼呢 先由政府採取主動 因為行政主導嘛 他們定好規例之後呢 然後呢 就會立刻生效 然後事後再交給立法會呢 議員呢 就再去 去論一下他 有沒有東西要需要改 這樣意思的 所以呢 條例和規例的區別呢 就是一個就是 要三讀通過才生效 另一個呢 就不用 在這條條例下面的負責 那些規例 就是低一級的 但是呢 就要去應急時之需 先通過而後審議 你看看我們A就是 預防和控制病毒的規例 跟著對遊艇、貨船、碼頭那些 我們的供水又怎樣 講到現在對這條條例裡面 是有特別多關心的呢 就是我們說F 就是說這個預防疾病裡面 是規定和指示業務和處所的 這個就是我們用來去監控 或者是去針對飲食的處所的問題那些 然後跟著我們G 就是這個說禁止的群組 群組聚集 有四個人 或者去到兩個人 就是這條條例 就周不時由陳肇始 就會在這裏有需要收緊 有需要放鬆 就全部在這些條例下面 發出的那個通告 一經行政會議拍板 就立刻就已經生效 然後那條負責規例 再交給立法會裡面慢慢去拆 那另外呢 我們看到599G 我們看到599G 進一步是減少社交的接觸 和社會的那個定立的那個 這樣的規則的時間 我們考慮怎麼樣 2019年的冠狀病毒的傳染風險的活動 處所場所和海外有關的做法呢 這條呢 就現在周不時我們要看599G 其中呢 還有599I那些呢 是說什麼呢 喂 處所裡面 你是要戴口罩的 但是呢 豁免了什麼 當你進食的時候 在餐廳進食呢 你又不需要戴口罩 但是由於這個 所謂其後 我也有份出席的那個叫做 洪惠民的那個生日派對裡面 就拍到 雖然你在餐廳的處所 是不准 就是進食的時候不用戴口罩 但是在那個處所如果你不吃東西的時候 仍然的人群限制 你不能夠混合得太多人在這裡 超過那個數量 還有你如果是不吃東西走來走去呢 那你也要戴口罩 這個就是受到這條條例裡面的 599I的那個戴配口罩事件裡面的那個 這樣的監督的 好了 那同一天 當時是這個2022年的1月3號 其實洪惠民事件是很濕碎的 不過有人是做這個政治炒作 真正如果是香港那個第五波的擴散 當然的源頭就是這個空姐 空少 他們坐完飛機之後 應該在家居裡面隔離 還有不准出來的 但是有人出來偷 就是離開家裡 就是喝茶 吹水 於是乎就將這個Omicron 就這麼高度感染的病 就帶了出來 然後就傳播了 傳播的時候 都還可以的 應該如果早期搞定 但是實際上 因為如果這些病 走去最多人的地方裡面 還有停留最長的時間 那個感染度會是強很多 而當時張敬軒的 已經搞了幾場的那個演唱會 1月3號也都有一場 那場也是最 現在來講 變成最後當時還沒完的 因為1月3號之後那件事說 1月7號爆發了 於是乎他就提早結束 實際上坐6千多人 在紅館裡面 還是人磅人 到這麼上才隔一個 因為它四人令 四人一排 如果中間裡面有一個人 第一座位 那座位 2、3、4都很高 對足在這裡 整個半兩個小時 是不是 還在那個環境裡面 這麼多人 高度聚集 所以實際上 今天我們看得到 這個病毒 傳播得這麼厲害 都是通過一般來講 是高人流 或者是高人數聚集的地方 而是停留的時間相對長 是會容易引起這種傳播 那現在這個第五波的爆發已經去到成 哇 昨天又說4千多了 是不是 前天又6千多了 那接著又過了成萬人 那今天又可能會有7千多了 那條數呢 就是由1月3號開始說 有這樣的爆發 1月7號開始要再收緊 真正爆發得最滿堂紅 就是對上這一個幾星期 平均每天都有成千多人去爆出來 那突然之間我們香港有成 三萬九千張病床 不只是招呼這個新冠病毒 平時已經有很多長期病患 有意外 有其他的那些奇難種雜症 都已經是住了我們的 用了我們的病床不少的了 那你說有幾千張剩在這裡 突然之間你說一天已經一千人 招呼了 三天就已經躺滿了你的床 變成你根本就沒有辦法可以應付得到 那這些條例就是基本上 我就先講講先不拆得那麼遠 那我們 好了 那我們看看就是我們的防範措施 我剛才已經講過 已經跳到第五那裡 就是有一條規例 我們跳去page10 OK page10 page10裡面就是講些什麼呢 就是 不好意思 原來這個page10 讓我看看先 應該是page12先 12沒錯 這個12跟我不同 這個1112沒錯 這個13應該 防範措施 上述的規例根據這個預防和控制疾病條例 599章定立 我剛才講了 第八條裡面講行政長官 會同行政會議 可以為防止應付或者舒緩公共衛生緊急事態 影響 而定立有些規例以保障公眾的健康 那 剛才我講的 就一直現在都在看都是599章 這個是完全是針對疾病的問題 但是當如果有件事是涉及到由疾病裡面產生出來社會的不穩定 有些事態出現了 譬如說大型的社會失控 失控裡面 它沒有寫明是完全是不是這個疾病 但是也都可以包含的 所以599F 599這些章法 就是針對 是純粹防止這個這樣的疫情發生 是緊急事態裡面就定立這些 先定立後審議的 那些規例去應付 但是如果情況危急 都可以用一條叫做緊急情況規例條例香港法律第241章 總之由特首 特首很大權的 特首認為是有這樣的需要 那它就可以根據第二條裡面制定任何的法律 然後就知會行政會議 它不是會同行政會議 一般來說是什麼呢 是會同行政會議一起拍板的 但是241呢 直接是可以說叫做上方保健 由特首當然聽了專家意見 警務處長 保安局局長 很急啊 來一個殺手間 就制定有關的條例出來 然後再知會行政會議的三十一人 三十二人告訴他 現在我要通過這些了 要這樣做呢 就已經是很快手 上次做的最近一次是什麼呢 就是2019年的10月3號 就是通過這個蒙面法 當時我們香港還是受黑暴的影響 有很多人呢 就無端端又不是衛生條件的問題 就戴著口罩呢 來去在街上撕了人 跟人家的店鋪裝修 我們那時候就已經大家都很關心的社情 我們有很多人出聲就說 喂特首你應該要通過緊急法 來限制那些黑暴事件 叫那些小朋友不能夠亂戴口罩 因為那些小朋友自己戴口罩之後 覺得自己就好像做了超人 沒有人認得到是誰 為所欲為什麼都做得出 所以我們就叫他說立這條叫做緊急法 通過緊急法來做的限制蒙面 於是乎特首當時聽了之後 就覺得很複雜的不行的 律政司也是說不行的 那次就是10月1號國慶之前 9月24號律政司上去看閱兵的時候 都說在那個機場VIP lunch那裡 都跟大家說說這個緊急法 就不是那麼簡單的 我們要考慮整體社會各方面 我們要平衡很多這些事情 那些事情 所以複雜性很大 簡單說一句不立 誰不知10月1號看完國慶 然後就10月2號 特首10月1號 就在晚上坐上班機回來 因為香港那時候 有些年輕人在街頭要搞黑暴事件 被警方開槍 就被傷了 在窩打路道十字路口 尼敦道那裡 警員也被這些黑暴襲擊 當時警員名槍示警 驅趕這些黑暴不要再去襲擊 這就是10月發生的事情 所以特首就很快地回來香港 而律政司可能多坐幾個小時 但是事態就在10月3號公佈 10月4號凌晨就生效了 這條蒙命法是通過什麼 就是這個緊急情況規例條例 大家可以知道就是說 特首其實什麼都有 有權 有資源 有整個政府公務員的架構設施 就是團隊 在做任何事情是需要什麼呢 決心 決心 信心 是不是 還有什麼呢 是很果斷 立場 就是立場是非常之堅定 萬事都可以去處理到 那現在我就講到 就是這次的防疫來講 還有一個殺手間是未做到 就是 除了599 還有緊急情況規例條例 那這個就是那個法律的基礎 好 現在我們又看看 就是 餐飲業方面來講 我們很快這樣看看這個 page 14應該 還是13 或者15 看看 沒錯 餐飲業 我要加一個 page 因為我舊的版本 就是14 現在這個15 那餐飲業是怎樣呢 在這次的那個 那個 那個 疫情裡面 無論第一波 第二波 第三波 第四波 以及現在的第五波 政府都做得是 很算叫做貼心的了 知道大家的那個困難 你看看 有什麼事 我剛才說 疫情就會在人多聚集的地方裡面傳染 那在香港地裡面最多傳染 最多人聚集的地方是什麼呢 除了演唱會之外 那當然是餐廳 好像洪惠文那個派對那樣 都說有成二百多人參加 那他流水式的來來回回 總人數二百多 但是任何一個最高峰時間 都是只有百多人左右而已 那當時不過這個 不違反這個法例的 那但是 就是說 我講回說 飲食業裡面 就是 他們是受到這個打擊 當是有人 就是 人群的那個聚集 那個數量限制的時候 那你必然是受創 以前你說沒有限的 哎 十二人一張大桌就行 沒問題 桌與桌之間 又不用拿屏風 又不需要有一個社交的距離 後來嚴重的 那麼八人 八人又減到四人 四人 現在就已經是二人 那曾經中間裡面 我們疫情在 疫情去到2021年 幾好的 那麼也都二月開始 推出這個這樣的疫苗 大家都看著 疫苗是我們的救星 應該就可以 就將這個這樣的病情 就壓制下去 兼且就算有病毒還存在的時候 因為我們有疫情就可以 這個叫做免疫了 但是原來現在打完一針之後 不行的 兩針又要去補補它 就將那個我們的那個抗體要增加 這樣 然後跟著說 喂兩針都不夠 現在是要打三針了 那目前呢 現在呢 我們打了這些針之後 是不是代表已經是飲食業那方面又開了 不是的 因為突然之間你看到那個來勢匆匆的Omicron 就變成了大家都會 都要是限制 在息席今年裡面 2002年春節到 我們連拜年都說不要 要留在家裡 所以我們大家都很受影響 而首當其中呢 飲食業呢 是 worse hit 那我們香港政府這裡呢 也都要賺回他 他開倉派米 哇 這大概已經接近成4,000億 那這次 最近這輪的第6次的那個叫做 注入這個防疫基金的6.0裡面 我們就注資了270億 而給那些廚所超過一千呎樓下 那些小食店 他們不是有堂食的 做食物工場牌那些 有時候你賣那些雞蛋仔 啄一串的魚蛋或者魚蓉燒賣那些都受到影響 那我們又賠 一千呎樓下 一千呎以上到達2千呎 二千呎到達3000呎 3000呎以上那些 ABCD grade 就派錢成十多二十萬 到達三十多四十萬 所以我們這樣子的錢就派出去 舒解民困 這個餐飲業裡面有說說什麼呢 每天下午6點起到翌日 就上午4點59分 是除了特定的處所之外 所有的堂食那些全部要停止 停止售賣 以及供應有關這些服務 這些食物的了 也都在這段期間裡面 負責人也都要特別要注意 那個 什麼非的 過去有幾宗個案都是因為這些飲食業裡面 沒有依蟲做這個告示的規例 也是虧了 當然現在我們有安心出行那些打上去 安心出行有什麼地方需要改善 我想我這裡不重複了 大家也都已經知道 內地裡面用的月康碼用得很漂亮 現在也有這樣的提示 就說不如我們安心出行那裡 現在已經優化了 將疫苗針打上去 但是缺乏了跟蹤 追蹤系統 變成到那件事發生的時候 要追蹤要靠人手 又不是用AI 就是超智能的 自動去做 還要用人手拿算盤 這樣啪啪啪啪啪 追得來的 那麼一元都睡了 已經沿途已經傳了 一傳十十傳八 是不是 傳百了 所以這個也有一個問題 所以這個我們都要改善 這次由習近平總書記提出的三個一切 兩個確定是說什麼 就是壓倒一切的任務來去抗疫 然後用盡一切的資源 人力物力措施來做什麼呢 就是確保我們香港市民的生命受到保障 健康受到保障 同時也都要確保我們社會的大局 是那個 那個是不受到動盪 不會受到不穩定的因素影響 那麼習近平總書記講完這個 這個是講的16號 講完之後 17號就是輪到這個港澳辦 夏寶龍主任就立刻就已經主導了 因為已經講明了 所以由這個國務院港澳辦率領 率領什麼 國家衛健委 然後協助香港特別行政區 來做好這次的抗疫 所以這次的一把手已經就在這個深圳那裡 夏寶龍主任就已經抓莊了 那麼這個17號就是這樣消息就這樣出 而17號晚就已經這個 這個國家衛健委的那些質控防疫中心的專家 還有支援人員已經就5點多6點鐘 就由西部通道 這個我們新界的西部通道那裡就過來 那麼我們林鄭月娥特首和這個 食慧局局長 然後陳肇指就立刻走去西部通道那裡接車 然後就跟著 到18號昨天 西環就是中央人民政府 駐香港特別行政區聯絡辦事處 簡稱叫做中聯辦 或者我們的稱叫做西環 西環的頭是誰 就是這個我們的駱惠寧主任 駱惠寧主任已經展開工作會議 視像的 拖齊了 不要忘記 星期三就是16號 我們剛剛立法會開會 為期三天討論這個施政報告的辯論 那麼星期三、星期四、星期五 我們在討論當中 香港的官員也都是 剛剛也都是要出席我們會議慶幸 因為這次我們用zoom meeting 用這個網上的那個 那個電子的那個那個設備來講話 那麼原來16號星期三 大家已經是激節讚賞 我想感謝中央來去關心我們香港的疫情 作出最高度的那個支援 然後星期四我們繼續在這裡 立法會裡面 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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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麼評論著我們的施政裡面 夏寶龍已經在做事 在做實事了 那麼星期五我們又繼續 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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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麼我們又已經 駱惠寧主任已經在做實務 也都很厲害 我們李家超司長 一生是可以移用 跟我們在開會 左邊一個鏡頭 跟著可以跳過右邊那個鏡頭 參加這個駱惠寧的那個 抗疫工作的會議 當時邀請了 香港很多那些 附庸發展商和這些社團的領袖 來開一個怎樣去支援 今次的那個工作 要落實所有那些相當的措施 用來支援什麼 興建穩地興建這個方艙醫院 諸如此類 所以你看看 3 4 5 今天是星期六 星期六我們民間組織裡面 就能夠做到的事情 就跟大家講解一下這條條例的 這件事的背景 和條例方面我們應該要怎麼遵守 不要做刁民 不要好像有些黃人那樣 就還在這裏四處放飛劍 套口水 這些簡直是敗壞 不是道德這麼簡單 簡直是破壞 影響 是跟這條599條例 是對著幹 一經定罪可以的他坐牢 這些人是沒有用的 醫藏也殘廢 因為那些腦殘了 我們要做什麼呢 就知道法例在哪裡 就住這個餐飲業方面來說 我們不要戒懷 真的沒有得去吃 那家裡唯有自己煮 那現在我們星期六 我們要做什麼呢 大家要明著 未來一個多月裡面 你看看昨晚 我們跳去下一張照片 你看看 就是 我們的特首選舉本來是明天開始報名 3月5日要截止 昨晚已經宣佈了 就林鄭就說 將整個選舉 是涉及一個人的 就是特首 誰是特首 押後到去 5月8號選舉 也都是體驗了 符合了 是習總書記的那個 那個指示就是 現在那個 那個抗疫就是 壓倒勝一切的任務來的 什麼都是假的 要做好這個工作 政府中央和各個工作單位都已經 起動來要做任何事情 我們作為市民要做什麼呢 三件事 守法 一定要依從這條條例 做好自己的本分 第二 保護好自己的身體 出街 少出些 他不禁也好 我都不出 你想想 那隻Omicron 這麼嚴重的 如果自己 黑了東西 一個不小心令到 自己家人都黑了 你猜真是很high嗎 完全不high 很down的 人的情緒非常低落 為什麼 因為自己有一種內疚感 為什麼會這樣呢 所以做第二件事 保持自己的那個身體健康 第三 一定作出全面準備 是什麼 因為這一班這樣的從內地過來 和我們打這場逆戰的人 不會拖拖拉拉的 會是很果斷地執行那個什麼 執行那個相關的措施 是完全推動這個動態清零裡面 內涵必須要做好它 包括什麼呢 是在源頭裡面截擊 所以一定要尋找那條鏈 有人這樣說 現在這樣的情況裡面 是找得多餘了 千萬不要相信這件事 我們必須要萬眾一心 要做就不要說那麼多無謂事情 一定要支持 所以第三件事 就是要對自己要有信心 還有什麼 有準備 如果真的要全面檢測到 其實有禁足 現在沒有人說說禁足 但是我們要準備一切的事情 你從武漢 從西安 從其他那麼多地方去嚴重的時候 它一定禁足 但是如果有些地方裡面搞得怎樣 它動態清零很精準地 在某區裡面 這個上海裡面 這個號碼有問題 它就針對那裡 因為他們做得很精準 但是因為如果現在全面已經爆成這樣 你精準不到 唯有要一網打盡 那如果真的這樣的時候 有這樣的廣泛性的禁足 你家裡邊又沒有米了 又沒有糧了 除了你要洗 你洗澡 你洗澡就有 但是乾糧你沒有 那怎麼辦呢 所以一定要有米 又有午餐肉 又有罐頭 你喜歡吃什麼的 草齊在這裡 閒閒地 你可以頂得住一個人的份量 不是一家人的份量 就是吃一個人的份量 或者你整家人的份量 整家人的份量 你可以撐得到有7天至14天 這個呢 是我們作為小市民的 是可以做得到 應該要去買東西 但是不要搶購 自己是做 是適量的儲備 在這個前提下 我們亦都匯業公益 就著這個市民的需要 我們也知道 會有成千多人已經說 初步確診也都限制住了 那麼我們呢 不出來了 禁足了 不是禁足 是隔離了 那麼我們見到它有這樣的需要 我們都送一個藥物 是蓮花清溫膠囊 現在呢 我們的數量都是很緊有 但是我們也都在撲貨 撲多少呢 撲2000多 3000盒回來 如果有的話 都為我們的 匯業公益的會員 優先給大家 但是我們給我們的會員也好 都給哪些有需要呢 他們真的已經受到隔離 又無助 食物又不夠 那麼我們優先處理這些 但是如果數量多的時候 這些緊急的個案又可以照顧得到 那麼我們也有這樣的能力 可以照顧得到其他會員有需要的話 自己家裡沒有這個藥 那麼我們也會去提供 但是目前來講我們要等多大概7天的時間 因為由這個內地運過來又要通關 又這樣那樣 那麼我們也都要將個信息傳給我們的會員 那麼現在我們會員有成2萬多人嘛 如果個個說要的時候 我又要調整看看我有多少 但是這次呢 這個呢如果要愛的話呢 我們又不能夠免費的了 因為有些運費的問題呢 別人要順風送帝都幾十元一次 那麼所以如果我們每個人說 你當順風快帝都要50元至70元 當那個費用 哇!你2萬人個個都說要2、7、4 就要100多萬了 那麼我們一個小組織呢 又怎麼能夠肩負得起呢 所以這個呢 要很小心部署 就算是藥我送給你也好 但是那個運費都不是開玩笑 藥來講現在都已經炒到100元一盒 但是我們可以來貨都可以為20多元一盒 兩盒都是50元 但是妹仔就比主人大 你那個運費就比那個藥自己本身 那麼這些技術上我們都要協調的 那麼這些慢慢大家留意我們的訊息到時候 我們如果有廣播告訴大家 就大家會知道 那麼留意我們的匯碟公益的那個網頁 那所有現在的處所有哪些會受影響 A至Q 那你自己慢慢看 我們這條這條片都會告訴 即是會上載到匯碟那裏給大家知道 下一個短片麻煩 好了 這些常問問題 其實以後呢 我們有一些問題 其實就給大家看的了 有很多個問題 就是由這個第十六版開始 十七版開始 去到呢 去到什麼 去到成 去到成二 去到成四十 四十七版 全部都是 談論599章裡面的那些相關的問題和答案 我們不斷抽一個出來和大家聊聊天 就這個二十二版 不要動了 政府如果要執行以確保食肆和處所有遵守這個相關規定 那麼要如何去做 那麼它一定會派人去 或者會有什麼人 衛生署的人 還有警方 你不要小看警方 現在閒地的時候 他一拔出來那張 不是牛肉桿抄車牌 是抄人牌 是不是 那麼已經就是五千元 調整到一萬元的了 所以大家不要開玩笑 這些 哪個人要欺負 如果沒有去確保顧客登記這個書面 現在書面不用的了 那麼是那些電子記錄呢 那麼它要保持著 就是說那個什麼呢 就是那個安心出行 大家仍然要用它 因為你打了針 那些針紙也要登記上面 那麼你坐在那裡吃的時候 一兩個人一樣都要進去處所 要做好這個登記 如果你離開的時候 你最好都做 但是如果你不做的話 它自動在四個小時後 就會當你已經離開那個處所的 那麼變成都有一個電子記錄在這裡 有進去 就假設你不去自己訂定 就將會是四個小時後你離開 那麼這個用來去做一個 做一個參考 但是法例上進入這些地方 你一定要做 根據條例什麼 599F的十二一E 就是說這個執法人員可以 是有需要的時候 要求任何人提供協助 或者是該人所管有的資料 就是針對餐館 以及你在做食客的時候 我要探查索 retir作 你要探查索 不是你探查了之後 你有沒有記錄在這種 麻 Nebranา搜尋 麻Jacques你讓我看看 说如何安心出行 如果你有的話 你就不用收那張五千元 很笨 更笨的 是做政府公務員 他們可以製作假的安心出行 這個是在2021年的時候 最早我們的政府也沒有這麼決心 一下推的時候就要全民去用 還可以填紙仔 好像別人點歌那樣 我喜歡這個夢中情人 你點下去就死了 所以這些就是做得不夠缺絕 不夠決心 那些東西拖拖拉拉 左搖右擺 我們做任何的東西防範 這些疫情 這個不能說笑的 疫情的東西它不分你貴賤 也都不認你是中國人 還是不中國人 或者你鬼佬自己是認為 高人一等 欺負東西就欺負東西 一欺負東西的時候 後果就看你好不好東西 那如果你好運的話就沒事了 如果不好東西 那你就 就糟糕了 所以這些條例 現在給大家看 是德國知道 是有法律根據 我們不會做刁民 也都不會做任何的東西 去跟政府這一方面 是紮馬 只有哪一種人呢 是那種消極抵抗的人 剛才我講 叫你做安心春行 他都不做 所以到最後一定要做的時候 他做假東西 這樣也夠膽死 寧願如果有這樣的智慧 就幫大家一起讀一下 要怎樣去防範 好 我們看另一個就是 項目25 好嗎 25 就是26了 26我們什麼叫員工食堂 可否豁免 這個堂食的限制 如何定義呢 考慮到實際上需要 以及個案的特殊 政務司長 就已經根據這個第七條A的指示 就是工作場所 來裡面專攻受僱人 在該處吃飯 即是開工飯 開工前的飯 那些是豁免的 我們其實都很有人性化 有些東西規例裡面就著來去做 是不是 所以這個也都OK的 好 下一個我們又看看 第三十八章 第三十八章的slide 那三十八章的slide 是說599G 預防和控制疾病 禁止群組聚集的規例 什麼是叫做規例 第599G章呢 剛才我一開始跟大家介紹 條例和規例的區別 規例呢 就是當 你給政府 它已經有個立法權 因為香港行政主導 它先訂立 而後給立法會審議 那些就是規例 如果是條例呢 就一定要是先審議 然後先審議 而後定立的 那那個是兩者之間的區別 那599G裡面的預防疾病 禁止群組聚集的這條規例 是什麼規例呢 政府已經在看憲裡面指明 除了豁免者之外 2022年2月10日至2月23日 今天只是19日 禁止在公眾場所 兩人或以上的群組聚集 並加入禁止涉及兩戶或以上的人士 在私人地方進行多戶聚集的條文 有關的規定和適用於未有遵守的599F 將下面相關規定或限制的餐飲業和表列署內的群組聚集 就是告訴大家 從10月開始到23日 這段期間 本來 逢是周末回父母吃飯 那麼多兄弟只會不會都可以聚在一起 不好意思 在2020年2月10日開始 直至到大大後日 我家裡的成員裏面有多少人 每人成5000元 還是10000元 我忘記了 大概是這樣 所以這些條例是挺辣的 另外按摩所那些就是了 實際上 較早前我們也提到的 在這個2月4日這個新年之前 就已經講到這麼嚴重了 我們那時候特首在1月底就講到說 這樣那樣 那麼我們就說 不如這樣吧 就就著我們放春節新年假 就直接大家都留在家裡的了 很少出來的 拜年你又叫別人不要去 不如就是利用這段時間來講 做這個全民檢測 又說這個會付出很大的代價 這個問題就說為什麼叫付出代價呢 香港是特別行政區 在基本法下面我們成立了叫一國兩制 我們是行資本制度開放型的經濟 內地行這個社會主義下面的那個經濟的體系 但是其實說起來 我也不知道你說什麼 何君堯 什麼資本主義和國內的社會主義經濟體系 其實現在我發覺裡面內地的經濟還開放過香港 其實有什麼分別 其實這些口頭上說的東西 那些標籤上對我們老百姓沒有什麼意義的 但是有時候就決策人裡面 就受這些模式上的規限和困擾 而下那個決定就拖拖拉拉 我完全是認同市民的感覺就是真實的感覺 有些在上面做開官或者是在行政會議的人 根本是離地的 根本他走路就腳不碰地的 那變成了他們做的事就是口水就多過茶 吃東西就不是怎樣擦 那這樣的情況裡面就導致到我們的那個決策 有很多東西都是做一半不做一半拖來帶水 你想想我們香港全年的GDP是28,000億港幣 但是平均計你劏開它一年有365天 每天我們的經濟那個所謂的締造出來的那個 那個生產總值是79億元 停一日工打一日工就是打一日風 停一日工是停頓了有成79億的 條數就這麼說 好了如果我們說禁止大家不出街14天 哦拿79億當80億 88432 哇那都成千多億不見錢 好像很赤 但是實際上你想想 由2020年1月30號 我們將這個高鐵關閉 怕死有這個病毒來感染 接著到2月幾 到3月幾我們封城 我們已經沒有得回自由往來 除非你願意去隔離14至21天 視乎什麼時間緊張程度 那大部分的關口已經可以說叫做水靜鵝飛的了 那你想想 關就是我們的經濟拖拖拉拉 閉關差不多兩年有多 你跟我計算數 那裏成幾萬億 當不是完全沒得做 那你不見一半都很興奮 四分一都很嚴重 這條數一樣可以計算 你不見到的 與其這樣做神台吉 陰下陰下陰下陰乾的 為什麼我們不果斷一些 大家通力合作 你不用怕市民會刨敲 抹擦你 實際上現在不是都抹擦你的了 與其這樣的時候 早抹擦就好過遲抹 因為遲抹的時候就更加多抹擦聲的 所以我們做事就是 我不怕被你們罵 最重要我做的事是對的 那就最好了 現在我已經過了15分鐘了 大家很高興 我再給大家看多一張照片 我們現在跳過去 全世界第50版 第50版 你看看這個全球的情況 哇 全世界現在有整四億一千四百萬人 插了東西 你看看右手邊這裡 那個這樣的幾何級數爆發上去是什麼呢 這些就是美國佬和歐洲 他們採取那個叫做躺平 與病毒共存 如果你與病毒共存的 你就馬上插到滿堂紅 你看看早期的時候 這樣的 就是我給你看我的圖表 那個已經這樣扯上去的了 現在我們還可以看到這個這樣的 就是那個情況 2020去到2021年1月 這個藍色 2021年的12月31日 然後到1月 現在去到已經是2月中了 你看到那條這樣的圖表 這樣扯上去 還扯到這麼高 是不是回落 我告訴你 如果再有任何東西 你看到這裏有升高的時候 當時覺得這個升高是怎樣的 這裏呢 高處未算高 那就回落了 回落來有第二波 然後有第三波 然後第四波 現在這是第五波 所以我告訴你 高處未算高 一波高過一波 這個可以說是波濤洶湧 4億多人 然後580萬人死亡 我告訴你 國家的政策是好 好有人性 不要管你是小孩子 或者是大人 我們不是說的數字 這麼冷漠 我們可以承受得起 0.001% 002% 死亡率 這個沒有問題的 也都可以淨化了社會 那些老人家 我們太多長期病患 那些 你勉強的留在這裏 也都是成為了社會的包袱 對我們的經濟很大的影響 所以在這次來講 用這種與病毒共存 我們大家來個群體的那個 免疫中間裏面有幸有不幸的 那就過了去 那都要的 人生始終難免一死 這樣死也不怕 說這些說話的人 我覺得是沒有 是很冷漠無情 試想一下那個 不要說死0.001% 全世界70億人死580萬人 很少 你試想一下 這580萬人裡面 你一家五口 全部在裡面 你會怎麼想 所以我們不能夠 有一種冷漠的態度 而國家是關心 每一位市民 每一位人民的生命 每一個被拉低 錢 不見了 可以再找過 但是親人走了之後 你找不到他代替另一個 所以今天跟大家說這個病毒的問題 當然香港我們的數字 都是比西歐的社會我們偏低 但是我們不是跟別人差的那些是比較 我們要跟成功的比較 記住 沒有一個我們願意犧牲 今天我跟大家說的是這麼多 其他的東西你們自己可以慢慢看 實際上的道理是一樣東西的 作為一個市民良好市民就是做一個奉公手法 第二能夠可以幫助左輪有理 不是左盼右顧 是左輪有理 關心周邊的人 第三能夠可以出一點力的就盡出一點力 所以稍後我們會有進一步的安排 就這些蓮花清雲丸 如果我們拿到的數量 或者我們撲多少回來 有興趣去拿的 我們會開一個專欄 登記大家的那個需要多少 然後我們安排給大家的時候 能夠可以怎樣去做 但是請大家要注意 我們這個不是代購買藥 不過是在有這樣的非常時期裏面 我們用非常手段 是提供我們關愛的服務 能夠可以做到多少 進做多少 我開放那個場給大家看 有哪些朋友想問問題的 我有五分鐘給大家聊聊天好不好 OK 控制人員開麥克 有哪位講話的舉手 麻煩一下 我沒空 那麼大家有沒誰想講話的 想講話就舉手 似乎大家都要花點時間來控制 和學習一下網上誰想出聲和舉手 如果要舉手的話 你可以在這裏有一個制可以給你舉手的 好,Wincent有問題想問 我們先給Wincent提問 然後下一位鄭先生 早上學議員 如果沒有,我們就結束這次的講義 Wincent有問題提問 大家如果有興趣看我們的講義 就和我們的辦事處的人殺取 我們會WhatsApp給你 我聽不到 早上學議員 喂 喂 喂 是,是,Wincent聽到請說 是,早上學議員 學議員聽到嗎 你稍等一下,Wincent 對,快速或使用 華星想要東芯和接種 對,快速 很高興 好,聽不到 聽到了,Wincent 你好 早上 何議員 兩個問題很簡單 第一 這個資料 你現在給的這麼詳細的資料 是不是可以在網上下載到 拿到給人看 就是說如果有些人問的可以解釋給他聽 我再傳開 可以的 可以的 可以 OK 第二樣東西就是 你所說的蓮花清溫膠囊 如果是到的時間呢 有沒有一些research 出來可以 有些義工幫忙派給那些需要用的人呢 是這兩樣東西 很多謝你的資料 好 好 好 多謝你問這個問題 蓮花清溫院的訊息實際上我們剛剛收到 我免費了 你給錢了 衛州那邊市政府就可以安排那些藥送過來 但是因為那個運費不少 自己的藥本身就不是貴的 但是我們要先行看一下會員有誰有興趣 我會稍後這個講座之後 我就會做一張 做個通告給大家 給會員 或者發個SMS給大家 但是我會盡快做 未必通知了那麼多 誰有興趣的就寫個名字過來 用WhatsApp跟我們這些越線的接線生聯絡 然後誰愛的 我們就記住它 我也在這段期間裡面問 有關的費用是多少 那個運費 那個成本多少 我給你的口罩代替它 如果願意的時候我們去代替你 去全部去訂購這些東西回來 用來有數量的這個清溫院 用來去開門口而已 所以我們會做的就是出通告 然後誰看通告之後有興趣 麻煩反饋意見 我們記住它 然後第三 我們會再反規告訴你 大概要愛的費用多少 你願不願意支付 如果願意的時候 那我們就會去預約的了 去落單的意思 這個程序大概是初步這樣 好不好 第二個問題 麻煩你 有沒有 好 稍等 第二個問題是來自Raymond的問題 Raymond 請問 Raymond 請說 早晨 午安何議員 你好 多謝你 我是其中一個受惠者 給天水為受惠者Raymond 是嗎 你是受惠者嗎 是啊 是啊 你 議員你親自送來我區門口 Jimmy就 Jims 應該是Jims Jims Chan打電話給我 聯絡我 多謝了 我們都收到你六合的 清溫院的 多謝了 我都願意扶回這個錢 因為其實都你們有需要去支持其他人 我就覺得是應該是 出發自己的份力的 那看看有什麼 希望大家都是身體健康 我們就好 好 希望政府的動作是爽手一點 其實很尷尷尬的 今天為止呢 差不多有一個星期了 那就 真是 很奇怪 進去之後呢 只能吃 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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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到現在呢 今天為止呢 應該是第五天還是第六天 都沒有人跟他檢測的 第三天呢 叫做良體溫 那這些行政上的那些手段呢 其實真的很令人費解的 其實來竹高灣裡面這麼有系統 都是有點凌亂的 我覺得是要好好地跟他們 就是應該是給他們意見 是不是應該在裡面做的事情 應該又是正常去做 而不是都不知道自己坐在裡面 是可以坐牢啊 還是公民責任去的時候隔離呢 完全都不清晰的 那所以我覺得呢 希望議員呢 就跟他們有關當局呢 是提過意見 我女兒呢 已經是就 十號 十一號啊 十幾號進去 十四號 十四號 今天十九號 沒錯 十四號進去 坐五天 是啊 那已經五天了 沒有人管他們的 只是在這裡吃啦 住啦 吃啦 住啦 其實都 食用就不錯的 那就是OK啦 這又是無可置疑 但是其他東西呢 因為旁邊嘛 都沒有人去檢測 什麼都沒有 那連我們自己做家居旁邊檢測 已經做到是 由陽性變陰性了 那其實真的很奇怪 希望呢 大家都給點意見 給點意見 好 好 我沒有給你了 多謝啊 何議員 如果我會 就是六合呢 我會買錢的 因為不應該是免費的 這應該是我的 不用擔心 這些我們已經做了的 你不需要付費的 這些完全免費 我們只不過現在是有些新的 有哪些根本也不是有任何的病徵 但是想用來預防 又想買藥 在藥房買不到 我們知道衛州市政府那邊 已經跟我們接客了 特別是關顧我們匯涅公益 還有一些會員的意思 陳先生 我不如議員在線上 我先打給你 好 那下一個有沒有 有沒有意見 好 下一位是另一位Raymond 另一位Raymond 是Raymond姓什麼啊 這位 是不是我講話啊 Sorry 是 是了 是了 你講了 何議員 你好啊 我吳卓榮 吳卓榮 你好 消防員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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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啊 我在網上看到一段影片 就是那個醫生講的 其實就希望 或者是我們議員之間 有些朋友 做一個戰爭 政府這個疫情 因為包括我家人呢 都好像有些輕療淡捨那樣呢 就說我叫他買幾天送呢 他都不買 是要是要逐天逐天買 我說我看這個醫生說呢 就說呢 這個是戰爭狀態 你看看他那個醫院啊 那些環境呢 整個是一個戰爭狀態 大家要不要照耳輕心 要一個戰爭狀態去應付這個疫情 那我作為我一個隊友消防員呢 我都報了呢 就是說我們紀律部隊去做一些 一些維持絕維的服務 那也都是希望大家同心協力 去戰勝這個疫情的戰爭 那我講的就是這麼多了 多謝你啊 何律師 多謝你啊 珍 那我知道Raymond呢 較早前都給我一個訊息 就說 有些什麼我可以幫到手 那我很多謝 如果有任何的有興趣參加我們這個義工行列 我們都要第一是確保大家要安全 我們要做的就是在後面裡面呢 準備那些譬如好像要聽電話 有龐大的市民來查詢的時候 那我們的電話都有人聽 那目前我們有五條叫做熱線 但是隨時就住那個環境需要我們去增加多點 到時我們要找一些熟手記工廳電話 或者我們的貨品到了的時候分派 尤其是現在我們將會做這樣的 問大家有沒有興趣要用這個蓮花清溫院 那我們要預條數 所以那些電話的往來和接收的可能會比較頻繁一些 那麼這些的義工工作呢 就會安全留在 就是大家都可以拿了一部機之後呢 就會在自己家裡跟我們聽 聽完之後跟我們程序 將那些信息反饋回我們的中心 那麼我們用群組 用WhatsApp 或者如果必要時用WeChat WeChat有500人嘛 大家將那些信息就可以劈回來 我們疏離 然後整理 這是第一種工作 第二種就是受過訓練的 還有一些叫做感動隊 我們要送這些物資給 已經隔離在家中不能夠出來的那些人士 這些送去前面 又不需要害怕 但是也都可以理解 如果大家心理上有些障礙 會不會自己感染 因為那區裡面已經有了 那就是高危一些 在科學的根據來說 當然一定會高一些 對不對 那個或然率會大一些 但是我們也要做的時候要小心 我們有一個程序要做 這些不是普通義工 我們給他做 是有些已經是做開 還有有訓練的 那我們就給他做 第三種也是這種前線的 就是開車了 我們現在就是 反而我們對腳 就不是很多義工會開車 如果能夠可以是騰出一天 我們是通常12點半至1點鐘就會出車 因為走不同的地方 如果就著有十幾個地方去 我想你要花兩三個小時 騰來騰去 全香港九龍新界 什麼人 什麼地方都有 變了就要開車 我們就變了要找司機有時候幫忙 所謂義工司機 那我們都給他一些防疫衣服穿 我們去到什麼地方 我們盡量都會有這些酒精噴霧 噴噴噴噴在鱗身的時候 就可以盡量消毒 我們也都戴口罩 兩個 上車的時候 我們大家盡量做好這些防疫的工作 這三種人 就前線聽電話 或者處理貨品 中線的就是我們 前線的就是送藥和開車 後衛的就是這個執藥和執食物 這個和聽電話 這些人我們是需要幫忙的意思 有興趣的 就跟我們打電話就是281003 或者是我們熱線裡面 隨便一個 你看到我們網頁 或者我Facebook上面 那五個號碼 隨便一個都可以了 現在我可以讀一次給大家聽 或者大家可以看到號碼 就是6824-2103 6821-6184 6429-5235 6823-704 以及9829-3070 五位同事的名字也寫明在這裡 這些電話是他們專用的電話 以及跟訊的 有任何的問題 你可以直接叫他們的名字就可以了 如果五個都不通的時候 下面我們還有一些 是我們社區的辦事處 這些也可以接觸到 再不是 你打電話給我就是 91951786 我的手提電話是公開的 多謝各位 有沒有問題呢? 好,接著下一位是雲偉先生提問的 好,雲偉先生 我們回答這個 我們的結束好不好? 你好,何議員 你好,雲偉先生 我就有個懷疑 可能我有個陰謀論 我發覺每次的疫情擴散 都是在1月2月 臨過年之前 是不是巧合呢? 還是有陰謀呢? 我很想何議員 來用你的影響來提醒一下我們的官員 在差不多是差不多是這個日子的時候 我很擔心 接下來的1、2月 又會有一個新的爆發 多謝你,何議員 多謝 陰謀論這件事情 我覺得不是陰謀論 實際上現在已經浮現出來 越來越清晰的 在國與國之間 這個生化戰根本是存在的 但是也有國際的條約去限制 只不過這些國際條約 如果看你就尊重 給你面子 打起張上來就不刮你了 是不是? 在美國的現實上 這個福吉尼亞州 這個P4的波特 也是做這樣的生化戰 當時如果你看到這張紙 這張紙已經寫明了是什麼呢? 當時是日本1945年8月 這個731部隊 他們所做的 在東北的那些研究 全盤是由美國接收 也都放了下去 Fort Dietrich裡面 承繼了當時他們的工作 所以它已經很長的歷史 1945年 接著就已經又有在1976年的伊波拉事件 香港我們就是沙士2003年 全球殺死了774人 而香港是290多人的 印尼2004年的那個叫做尼巴病毒 也是很大件事 2009年的HN1 以及2013年的H7N9 以及2014年西非爆發再來一次的伊波拉 然後到2019年11月2日普京就質疑 美軍在俄羅斯那裡採集俄羅斯人的生物樣本 所以我們看到這些全部是一直的事態已經有發生 到2018年當時開這個金磚會議 穆迪本來都已經是5月開金磚會議的 4月多還是5月開這個會議的 但是當時大概在3月底的時候 穆迪專程飛去武漢見這個習主席要求 治理這個尼巴病毒 因為當時在印度就殺了很多人的 好 現在談回這一談事情 為什麼會有新冠病毒 實際上美國他們的資本主義 以及已經藥廠 以及有些機構 就將這個新冠病毒拿了版權 病毒是自然 如果是自然 但是裡面病毒沒有人拿到版權的 在什麼情況裡面才可以拿版權呢 就是將它那個基因改造 那這個東西現在我這樣就 將這條這樣的基因帶 就搭去那條基因帶 那條基因帶 那條基因帶 就搭去這條基因帶 搞到就瘋了線那些 就是製造新產品 新的病毒出來 這隻東西我弄出來的 那我就要去登記 可以做到這樣的事情 那登記了之後 就說這隻東西以後有人用了 或者什麼都好 我有錢分的 那這隻東西弄得出來的時候 一定要弄那隻叫做 Antidote 就是那些叫做解讀的 那但是上次Donald Trump Trump 自己就很大聲地說 我不會有事的 他見記者什麼都四處四處走 好像一個特首那樣 不戴口罩嘛 對不對 那最後他拋了東西 那他周邊的人和他都一起拋了東西 但是拋了之後 兩個星期 過幾星期就醫好了 那隻牛那麼強 就是沒有事 所以他就要對他 原來就給了一隻新的藥物 他什麼hydroxy 什麼什麼 醫治了 那醫生團隊裡面 那個主診的醫生就已經知道 實際上我跟回他以前的這幫傢伙 做這些實驗那些 所講的資料 來教製 調教那個解藥出來 調教了之後 反而還被人秉 為什麼會被人秉 原來他提出那個方法 是有效的時候 也都會伺消比獎 或者會影響別人 為什麼 影響疫苗生意 如果你這隻解藥搞定 就不用中疫苗了 你知道每支疫苗賺 我賺多少錢 嘩 是很大的生意 所以回應說 你那個這樣的 是不是一個叫做 這個叫做陰謀論 這個不是論那麼簡單 簡直是陰謀已經實行了 根據那個醫生也這麼說 但是通常曲高和寡 也是全世界的普遍的 那些傳媒以美國 歐洲為一個這樣的主宰領導 任何這些事情 他不會跟你廣泛宣傳的 當然是說另一些事情 對他自己那個國家 有整體的利益 他會做 我們不排除 在美國裡面 也有不同的政治考慮 還有不同的陰謀在裡面 要推出來的時候 究竟是什麼呢 無論是太平日子裡面 或者是亂世裡面 總是有些人要刮一筆的 所以這個也是一個常態 在美國裡面 就是不少的 所以你說提到 要小心 每逢春節 不是佩斯親 每逢春節就爆鑊金 那些病毒走出來 的確是會有 正如所說 你也看到在天水圍領邊 那個放飛劍 吐口水 有些人 這些叫做個別的 叫做蠢人 或者是嬌民 但是你怎麼知道後面 會不會有用 這些蠢人 和刁民 去推動他們 後面更大的陰謀呢 我們看到2019年的時候 最初 就是說 這些個別事件 對香港政府 是不滿 所以產生這樣的 這個叫做反修例風波 但是後面 是有一大群人在這裏做事 也都後面 有很多人做 推動這件事的時候 他有其他側面的 那個叫做利益 是獲取的 這個 我們今時今日 越看越清楚 因為資訊發達 以前如果你沒有這些資訊 和這麼廣泛的交流 這些講話 癡人說夢 那些人想就想多了 但是今時今日會知道 正如我們特首最初 就說 不相信香港有間諜 不相信香港有外國間諜 在那裏搞搞震 後來經歷了2019年之後 他就說 哎呀 原來真的香港有間諜 王 就是代表什麼呢 我們是明白 和看得到 那我也都雖然現在沒有一個證據說 每逢春節裏面有人出來搞搞震 但是從這麼多的那些蛛絲馬跡看得到 有人搞是完全不奇 但是也都是說回頭 這個病毒 是早在武漢未發生之前 在美國已經發生一系列的事件裡面 這部分的資料 如果大家有興趣上網查的話 是完全查到 我已經查完之後 我就寫了這張紙出來 變成你可以看上來 就巡視這一方面做得比我更加優勝 有時間又做得更加深入 蛛絲馬跡我給你一些開步點 你可以再做下去也不怕的 多謝你的意見 我也都會 周不時在網上出聲 公開大戲的電波裡面說話 以及向政府裡面反應 我作為議員裡面 我也都是很勤力地寫信給政府 告訴他 他應該出謀見言 我周時都做 我在這方面不問息 哪怕我講出來的時候 可能是 人家當耳邊峰 或者 何君堯你說什麼 與病毒共存 是等同犯了國安 哇 當堂第一件事出來 蓋我 蓋我好像豬頭一樣 打到我臉都腫了 其實我不怕 我臉是不是這麼腫的 所以 你打我都不要緊 但是 始終那件事是真就是真 現在國家已經支持了 大家不要嚕嚕嚕嚕 我正在推動這個政策 就是要動態清零 你們這些人還在說 與病毒共存 如果你是存的話 就像盧寵茂醫生那樣說 如果你與病毒共存 你就是共度王存 今天我講到這麼多了 多謝各位好嗎 好 我們還有最後一位提問 我們快問快答好嗎 快問快答 好 梁明堅先生 梁明堅先生 好 Jason 明堅 有律師了 有你在這裏特別好 是嗎 我聽了你整個小時 其實只有三個問題 第一 其實現在政府 其實就是 除了酒店 會不會弄一些新的隔離中心 因為都不想那些人 經常在家裡 隔離 其實可能一個染到新官 全家人都會染到 這是第一 第二 其實政府有沒有方案 會不會加快整個香港的火神山 方艙醫院 就是現在在找一些地址 但是看看會不會有地方 第三 就是政府有沒有訴求 說 推行全民檢測 是這三個問題 多謝你 先謝謝 如果你有留意到我在禮拜三那天的發言 那個稿也是上了Facebook 你一起看看 我就覺得 現在國家出手 由習總書記 跟著夏寶龍 然後就是駱惠寧 跟著現在已經是雷厲風行做了 所以答你那三個問題 隔離的那個地方 酒店 諸如此類的設施 會不會尋找多些 昨天已經駱惠寧主任 就舉行那個工作會議 找了李家超的司長坐在旁邊 就是在Zoom裡 不是說真的 physically兩個坐在一起 也都有詳實 也都有這個 電訊營科 有這個信和等等 那些全部大媽媽都出席這個會議 那些酒店房已經有多了 有新鴻基 有4,000間已經拿出來做隔離 照顧現在的需要 我們當然也很關心 在酒店方面的數量 是不是可以盡量提供多些 能夠做最好 現在已經正在發生了 另外就是 在醫院旁邊的那些緊急服務中心那裡 就是那個急症室那裡 那個位置 睡了很多人在那裡 那昨晚也都已經全部安排了 入室內 就變了不會在寒冬裡面 就是天寒地凍的環境裡面 受苦的 那至於第二個問題 就是簡單說 隔離的措施全力以赴已經在做的了 那另外火神山 我們的這樣的醫療系統 是不是會做的呢 是全速去做的一定會做 現在在找地 也都已經有在進行當中 那內地裡面提供這些設施 興建物料這些很快 實際上上次呢 在這個機場 白如山那邊那個 那個這樣的方艙醫院 Asia Expo 和在機場旁邊那裡 也都已經有一個設施的 那些也是短短一個月內 還是兩個月內已經搞定了 上次我們立法會 在2021年有份撥款的已經做了 我相信這次中央直接介入和干預 還要力度大 還是會快很多 那你第三個問題 我忘記了 你第三個問題是什麼? 《全民檢測》 《全民檢測》 我相信必定會 現在在討論是不是 按照要設立100個中心 跟著身份證號碼 哪個人去哪個地方 諸如此類 這跟我們上次 或者一直以來講的大同小異 你做區議員都知道 是不是全香港有450個大概 的區議會行政的分區 每個區裡面大概有17,500人加減5% 所以成為了700多萬人 用450個選區去跟進投票 同樣如果要做大規模的檢測 你需要朝著 好像這樣的行政區分 來去分配一些人來照顧每區 所以不會說 嘩 所有的人執行在某點裡面排隊 由尖沙咀排到屯門 沒有腦子 是不是? 不可以這樣做的 一定是什麼呢? 要打散它 分開不同的區分 現在初步講 就說100個 但是實際上100個 我也覺得不夠 既然叫爺爺過來 我們當然有400多區 一天裡面做的最好 好了 然後談到一個問題就說 全民檢測 你驗的胸喉唾液 有沒有這樣的能力? 現在我們的金星火眼實驗室 一個就可以做到大概30萬 如果還要集體一起去做 譬如說三合一或者四合一 如果你是多做兩個金星火眼 就會有100萬個一天做得到 你也要多7天才做到一次 但是如果做這個叫做全民強測 我們需要短時間裡面 譬如說14天 大家如果要禁足的話 14天不要出街 然後一起去做 因為OMICOM通常是7天內發病 你當7天 先不要禁14天字 7天裡面我們做一次不夠 7天裡面每人做三次四次 3次就是說 3、7、21就是35 是要2200萬次 你7天裡面要做 做2000幾萬次 那你是不是差不多 你真的兩天做700萬 兩天做700萬 就是我們一天裡面有三百 三百幾萬的那個排查能力 那只是夠這個金星火眼是不夠 應該會將這些樣板送過去內地 內地裡面有這樣的人力物力 做後備的支援 我認為我答你的問題 既然阿爺出手來到這裡 就不會跟你拖泥帶水的了 必定會是排山倒海 說明是盡一切 壓倒一切的任務 所以排這個這樣的全民強撐 是必定會發生 所以大家要做好自己 心理的準備 生理的準備 以及物質方面的準備 這個就是我的看法 OK 今天很長時間 本來一個小時 超過了 41分鐘 多謝你們的參與 多謝你們的支持 我們日後再見好不好 拜拜 好多謝大家今天的參與 我們今天已經有八十多人的參加 這條片我們會將它發佈到網上 最高一百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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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謝大家 今天這個講座就結束了 多謝大家 謝謝 謝謝 那你們有多意義的參與 謝謝 拜拜 拜拜 謝謝 謝謝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